我们看这题目 这K为定数 欲使F'这个函数 为一连续函数 设问K的值为何 那么在这里 我们要使得F'这函数 为一连续函数 那么这时候在2这个地方 这左极限Limit X去均于2负 F' 要等于右极限Limit X去均于2负 F' 而且呢 这函数值 就要等于 这是F' 那么这时候我们利用 这个条件 那么这里呢 因为X比2小一点点 多在这个范围 所以呢我们F'要使用 3X-K 所以这里这是Limit 这X趋均于2负 然后这是3X-K 所以呢 X以2代入我们得到 这是6-K 这里 X比2大一点点 所以呢是落在这范围 因此F'要使用X平方加K加4 那我们写下 那我们写下这是Limit X趋均于2负 然后这里是X平方加KX加4 那么这等于这X以2代入 2的平方是4 4加4呢是8 然后加上K乘以2 这是2K 因此的时候 这两个要相等 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得到 这是8加2K 要等于6减K 那么这里呢 我们K一向过去 这8一向过来 我们得到2K加K 这是3K 那么等于 这是6减8 这是负2 因此我们就算出 这K是等于负的3分之2 这个答案